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那两个小孩就没了想说吃烧鸭 那今天我就来给他们烧一个给他们吃 他们想吃东西了好勤快 在那边把那个水缸清洗干净 就放到水缸里面散 大家好 小六 我小六 现在就来倒配料 灌到这个鸭鸡里面去 这个是葱白 还有葱头干姜 这个是西山香 这个是椒盐粉 蚝油 放点盐 六角 把这个葱白和葱头浆片捏出味道 这个配料已经搞好了 为什么要砍这脚 这个脚好容易熟 所以一下就要变焦了 还有这个鸭萨巴 这些东西都要砍出来 这些香料全部关到里面来 现在要用这个蒸 来把它这个口封好 蒸它的时候要这样反的过来 要不就将来就会漏出来了 搞好了 现在就把它打气进去 这个就是打气球的那个东西 来 我把菜 哎呀 拿好 看到没有 像个气球一样 这样打气就是为了烤的时候更加容易烤 然后把它里面把它这个肉 盛开了 水开了就给它泼一下水 泼水的时候就多几秒钟 这样可以了吗 只要给它坏面具盛皮 就过一下叶水 比较干爽 拿去挂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给它这个皮全部凉干了 就可以烤了 这个水干 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用来装水的用的 现在拿来就烤 现在我就来做上皮水 就一半勺是麦芽糖 然后放一点这个开水 放点开水 给这个麦芽糖融化 这个麦芽糖已经搅拌好了 现在就放白醋 好了 现在我就用这个毛刷了 刷上这个牙子上 就这样刷一层 到时候这个皮是脆的 当然这个里面也要刷一刷 好了 全部刷好了 等它凉干了 就可以放下去 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就放下来卡了 就这样挂在旁边 本身旁边是给贴油的 现在就放这个碳在中间了 要半个小时才可以烤好 因为这个盖子没有盖到蜂蜜 哇 可以了 可以了 从白天烤到 这个就是今天烤的烤鸭了 还不错吧 看起来还不错 嗯 现在就拿过去烤 烤 烤出来 现在把这个蒸拔出来 要得这么多鸡了 这么少 先把这个小白的菜 打出来先 这个就是桂林山手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他们吃这个样子 是不是饿坏了 搞定 小六叫我老爸出来吃饭 好 爸 吃饭了 那我们就要开饭了 一个鸭就烤了这么多 只要去烤鸭的 就自己在家里烤 后期到小妹家来 小妹烤给你些 嗯 看得好香 好了 那我们开饭了 没有开饭的朋友就赶快过来 我们上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大家想了解 酒妹最新鲜的土特产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来西瓜西萍 关注巧妇酒妹 它是一种鸭的鸭的鸭的鸭 但是我先吃饭了